所以我们继续说 我们一定要第一点继续说我们的重点 你要知道尤其是我们练功课的朋友们 你一定要不要把眼前的事物当成幻象 有人说老师你不说这一切都空吗 我也承认了这都是空的 这只是我们作为造物主或者是天道 或者是那个源头没有天地的时候 那个存在那个意识 他创造的他想设计的一个游戏 我们是体验者 那这一定是不是真的 事实是没有错 但是你别忘了 你是个体验者 你一定在梦里 就像我们说你做梦 你不得在梦里面那个活动吗 你能出来吗 你作为体验者我们头脑的这个自己 我们虽然在苏醒另一个真正的自己 但是你一定要在体验的时候 你要深入这个事件当中 就像我们说了在事上修 你得把这个事体验了 那怎么体验呢 你不能遇到什么事 你都说这都不是真的 虽然我们的功课有这个词汇 但是你要明白那只是一个过渡词 你不处于天人合一的状态 这个词你说这几句话一点用都没有 我们的家人们 我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误区 就是用头脑修 就是我们功课流程里面 有几段是过渡语 但是我们把它当成了法宝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头脑 说这个这 现在我现在收回力量 我真的收回来了 你收回了什么 你没做你怎么能收回来 说这都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你说完了 他就他就还原了幻象吗 都不可能 我们的任务是来体验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修而不是说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修行的误区 我们说这不是真的 仿佛我们就脱胎换骨了 实际上呢 还在其中 所以对于情感这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深入 什么叫深入 你比如说 没有山谷的衬托 哪有山峰的这个巍峨呢 所以说我们想体验山峰 一定有山谷 什么意思 就是你一定要 有一句话说 这个去爱吧 就像从来没有被伤害过一样 这句话的哲学含义 其实就是我们要说的 说你一定有人说了 哎呀 我真的看破红尘了 我这个亲人没了 这他是上极乐世界了嘛 他这个僧老病死 这是假我的一这个世界 这是空的 我我们这个老师都讲了 我们是一个局外人嘛 你们可千万不能这么听课啊 这么听课是太浪费了 我的这个 这个什么了 就是这可不是理论呢 就像那天我讲完课 有个家人留言 我只能说那你重听了 或者一点基础都没有 你就完全是在这种头脑解释 这个问题 我们说高意识 你们要敞开着接纳这个能量 你自然能听得懂 说 我们如果把一切都不当回事 说都空的我们当回事吗 说这个亲人离世了 我不悲伤 因为他什么什么 这就是我们在逃避 我们所有对于爱情 说他这个伤害我 我都知道 然后我体验 体验完了 他我老师都说了 这是谢谢 这个什么感恩 你不 你如果不在高危意识下 不在那个天人合一的那个造物主的能量厂的状态下 那些词 那些流程功课的语句对你是完全是起反作用的 任何一件法宝 它都是双刃剑 就像爱情一样 你只要深爱 你一定会痛苦 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 我们修行的时候一定是在这个天人合一的状态下 才能够做得到的 所以那些词只是表面的外壳 你如果没有内在的东西 那些词对你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我们说第一件事 我们终究会遇到这个爱情的当中遇到背叛 有人说那不一定啊 我这人命好 或者是那你看人家那个怎么就没有呢 一辈子相依为命等等 你看的都是表象 为什么终究我们我们也会背叛 别人也会背叛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份 刚才绕了半天说的 我们是不是体验者呀 对不对 我们还是照顾主 那么体验者你来 你来你就天生就没有了记忆 你的什么记忆呀 就是你生下来 所有人类生下来 都会失去了你是照顾主的那个记忆 也没有那个本事了 那么你为什么失去了呢 我们从后往前推 你为什么失去了 因为你要来体验嘛 你要体验这个什么都做不到 大多数事都做不到的 然后你通过努力又能做到了 然后回归了自己真实身份的那个 这个游戏 你就是来干这活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特质 所以所有的人 无论你是黑的白的黄的 都是这样的一个使命 那么我们注定是匮乏恐惧的 那么我们注定是不什么残缺的 不完整的 什么叫残缺不完整 你只是一个受限意识 那个无限意识都丢了 我们来不就找回来吗 就想玩这个游戏 本来啥事没有 自己找活 对吗 但是乐在其中啊 就像你爬山一样 你说那边有有那个就是步行梯 你非得在这边 载个绳子 一蹬一蹬往上 就是一个蹬一个蹬的往上 好 然后吓得够呛 一定要去粉身碎骨 你为什么 你不是想突破吗 不是有意思吗 所以游戏就在于它的跌宕起伏和艰难 才有意思 所以呢 我们既然这样 我们就明白了 一个残缺的 不完整的人格 它是没有不可能无条件的付出爱的 那么一对恋人 如果你们相遇了 你们会因为这个内在的那些存在的意识和你的人生剧本 遇到这个人 你就会喜欢他 但是 他是来让你完整自我的 那么你不可能不受他的这个 背叛 欺负 灵虐 无视 否定 这是必然的 而你也是一样 这是迟早的问题 你也一样 因为你也不完整 所以说背叛呢 就是你不爱他了 或者他不爱你的 这个爱 后面有个情 爱和情是两回事 那么情是你们之间的纠缠 叫情 而爱呢 今天的会员 这个私信我说老师什么是爱 然后他举个例子 说这个别人说了 爱是你 爱是我 我们是一起的 我们就是爱 说这帮人说在说什么 我们就这个哈哈大笑 但是我告诉他 他们没有说错 只是这帮人不懂 用语言来修行 说我们原谅这些罪人吧 你说了他就能做到吗 说了这个我们是爱 你也是我 我我 我们是爱本身 你说了就说 我们原谅这些人吧 然后我们要对谁都爱 都要包容 这个他说的那个群 我就说哎呀 怎么说 很可惜 很多人很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包括金钱 而付出了太多的生命能量来修行 却没有找到一个最直接的修行 最最好的修行方法 这就是缘分的问题了 就像佛陀 他度他的那个亲人 他度不了 那他的徒弟阿南去的时候 人家就跟他有缘 就能够让他明白 像我 我跟哪个人 有这个 这种缘分 这也只能是 我也没办法 所以说很多人呢 就是很可惜 很努力的修行 却找不到 就是你绕了好大一圈 你也没找到究竟法 就是究竟的 让我们修行好的方法 这是题外话 我说爱是什么 他们说的都对 本来爱就是什么 你就是那个造物主 有人说老师啥叫造物主啊 我们说 道德经说了 冤息事或存 什么叫冤息事或存 就是他呀 万物存在 就是因为这个道的 无限可能 无限法力 无所不能 无穷智慧的特征 才出现 才创造了万物 所以说 他就是万物的创造者 所以我们管他叫造物主 而且他的特征就是 无限可能的存在 就是道 所以我们管他叫无限存有的造物主 我们这个词呢 非常的生僻 而且非常的让人觉得说 哎呀不可思议 这怎么这么玄呢 其实他是道德经说的非常清楚 天地万物 是这样的 所以呢 我们清楚的知道 我们是谁 那么我们这个造物主 对于天地万物百姓 我们身边的亲人 是什么特征呢 就是无条件的爱 那您说了 为什么你这么说呢 是无条件的爱呢 是因为 我们说了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狗 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出狗 这就是在指的是无条件的爱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天地就是 道 他不仁是没有感觉 他没有评判 他没有分别心 那个以万物为出狗 是一种虫子叫蝼蚁 他把万物都是一视同仁的 蚁蚁就是 就是特别小的东西 生物 那么我们说 道 或者叫造物主 创造万物 他创造万物的时候 他是没有分别心的 他没有说 这是好的 那是坏的 要不然他不会 所有的东西都创造出来 然后呢 那个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出狗 就是 修行好的人 他会对万事万物 人们 都是一样的 这个对待 一样的对待 就是无条件的爱 因为他的存在 就是创造了这些 他没有恨 他只能剩的是爱 所以呢 我们说 爱本身 就是 我们 所有的万物 存在的特质 因为道 是通过什么体现的呢 体现出道的特质 体现出道的特质的呢 通过万物吗 万物是道的运行 呈现的媒介 也就是说 万物和道 是一体的 没有万物 就没有道的存在 所以呢 他们是互为共存的 而我们呢 就这样 知道了 我们之所以存在 就是因为 道 我们自己 造物主 这个自己 无限的爱 无条件的爱 所以说 我们所有的 这个 包括虫子 包括我们人 包括你我他 包括这个 天地万物宇宙 三川和月 他都是 造物主 本身 的存在 形式 就像浪花和海浪 海水 就像浪花和海水 是一个东西 一样的 所以我们是一体的 然后我们是爱 本身 你就是造物主 你当然是 吴田家的爱 本身了 所以说 那些人说的没错 只是他们在用 谈口号的形式 在那自欺欺人 所以说 不懂 念经 不懂 七中意 喊破喉咙也枉然吗 那么我们说 前面我发了一个图片 就是道德经的 非常重要的一段话 知常荣 他可以让我们明白 我们在干嘛 知常荣 荣乃公 公乃权 权乃天 天乃道 道乃酒 陌生不代 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了 我们刚前面是 归根约静 静约复命 复命约常 知常 约明 下面才是知常荣 说你知道了你的任务 你来干嘛的 你是体验者 完了你还是造物主 你就可以有慈悲 无条件的爱 包容产生 为什么 是因为你在无限意识下 面对了所有的事情 回归了他的真相 所以说 当你可以包容的时候 你就可以 面对所有的事情 可以做到正确的对待 这是公正 公平平衡的意思 你的周围就会平衡下来 那么公乃权 这个权 我们要注意 公乃权 就是当你做到这样的时候 你就完整了人格 你的这个造物主 在这个身份 无限意识和有限意识 同时存在了 那路上 说我们 既然知道了 到哪天 当我们人格完整的时候 我们才会回归自然的本质 我们才会顺应了到 因为我们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才能掌控事物的发展方向 我们才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才能在爱的面前 游刃有余 所以 我们在前面的所有苦 都是我们体验的过程 但是 我们应该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说 我这么一说 我真的必须受这些苦吗 我们如何能够让自己 获得幸福呢 不是逃避 不是探亲了以后 不在乎 所以这个亲人离世了 我不当回事 因为这是我修行得道的状态 说老师 你是不是也这样的 不是啊 千万不要这样 越修我们 越有温情和热切的爱 不是你修的冷酷无情 这完全不是啊 或者是 哎呀 这人越修越那个 不那个什么了 没有情感了 完全不是 你是越修 你越懂得什么是爱 你越能够爱得真诚 越能爱得彻底 也才能真正会爱 而这如何进行呢 我们下节课再讲 好 今天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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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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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